这周在纽西兰一名60岁的冲浪客 击败了一只大白鲨 虽然这只大白鲨轻轻地咬了他的手臂一口 又把他的冲浪板给压倒 但他老兄还是勇猛地往他眼睛揍了好几拳 这来自奥克兰跟冲浪板一样坚硬的老兄 Nick Minogue说 他当时离帕瓦鲁伊海滩游好一段距离 他大概上午11点半的时候 他的前臂、手肘和冲浪板都被这只大白鲨给一口咬下 专家认为这只大白鲨有三公尺长 在这场吓死人的水中混战 Minogue突然想起 鲨鱼讨厌眼睛和鼻子被攻击 这是常试吗 小编完全不知道 总之Minogue一边喊着滚开 一边揍他的一只眼睛 但没打到 他说 我接着把我的拳头收回来 又喊滚开 然后终于震中眼睛了 他的眼睛很大 大概是三个指节宽 根据Minogue的说法 这只鲨鱼 松开咬着冲浪板的牙齿游走了 胆小鬼 Minogue说 原本只有他和一些德国人在冲浪 后来他们都迫切希望 赶快离开水域 在Minogue开始尖叫之后 他和德国人都开始 尽快滑向岸边 Minogue补充道 德国人也有尖叫 这可能是让我滑得更快的原因吧 故事还没完哦 在逃离这个开放水域的过程 鲨鱼侠又再次被他所说的 大白鲨撞击 他坐在冲浪板子上 也对那只大白鲨揍了一拳 Nick Minogue aka鲨鱼侠 他的手指不但完好如书 手臂上也只有一个小小的刺伤 他十分期待下坡末 再进行冲浪之旅 从这故事中有没有学到什么呢 鲨鱼是听得懂人话的 下次遇到他们 叫他们滚开就好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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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费